还有很多人抢劫偷窃 大家已经看过很多手法 但是出动到大型破坏工具 真的是蛮夸张的 在英国剑桥 有一个加油站的监视器 拍到了这样的画面 有一群黑衣男子 开着挖土机跟卡车 破坏加油站建筑 枪梭里面的提款机 大费主张 但最后还是公败垂成 天色一片漆黑 虽然监视器画面有些模糊 但还是捕捉到几名黑衣男子 驾驶兵指挥一台黄色 打着照明灯的挖土机 不断冲撞并开挖加油站建筑 还扬起大片尘土 位于英国剑桥 俊比德伯勒市的这处加油站 当地时间29号凌晨2点55分左右 遭到四名黑衣窃贼光顾 开着挖土机和卡车前来搞破坏 想要偷走里面的ATM提款机 两层楼高的建筑被捣毁得面目全非 整座楼几乎都要塌了变成围楼 案发后 警销人员在现场也不断指挥挖土机和卡车 收拾残局 现场一片狼藉 由于半途受到干扰 窃贼两手空空逃离现场 而遭到破坏的加油站因为已经无法安全使用 被迫关闭 据了解这帮窃贼过去一个月至少涉入三起ATM抢劫案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窃贼下落 并找出他们与其他挖土机抢劫案的关联 国际中心才是能兵役